欢迎来到小九撩剧,今天小九带来 《异夏之迷迭》 第48集 甜蜜的小情侣 路易并没有刻意隐瞒层服来过的事 但也没有专门和惊吓解释过相关的什么问题 他只是把老陆送来的两张卡给了惊吓 告诉他商场的位置 惊吓问他里面有多少钱 路易闲闲地挑了挑眉 其实他并知道老陆会往里面放多少钱 但是从他对惊吓的态度上来看 应该不会太寒酸 惊吓捏着两张卡 迎着窗外的阳光微眯起眼睛 仔细瞧了好一会儿 仿佛这么看着 能看出里面的什么门道似的 自己去商场逛一圈不就好了 路易从身后缓住惊吓 圈着他入怀 冬日的午后有温暖的阳光 有相亲的爱人 这样的日子让路易从心底里 感觉到一阵的踏实和从容 他难得地不进书房 陪着惊吓留在客厅里 陪着他在沙发里晒着太阳 说着闲话 浪费着时间 不对 不是他陪着惊吓 是惊吓在陪着他 路易低头秀着惊吓身上的香气 将他圈得更紧 他很庆幸 昨天他的忽然出现 虽然让他看到了他的一些窘迫与难堪 却也解了他的痛 这么多年 他头一次晚上睡得这么沉 他喜欢他窝在他的臂弯里 像只小猫一样黏着他 他喜欢他一睡醒就刺着牙 只会他忙东忙西 他喜欢他 喜欢他在他身边做的所有事 只可惜 他将是他的学生 未来的三年里 他们仍旧需要避记这些人言 你说 惊吓 两人同时开口 又同时住嘴 惊吓痴地笑着 又往他怀里拱 没有彼此的谦让 他先开了口 你说伯父给我这两张卡的意思 会不会是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 要我收了钱 立立所所地离开你 那你会离开我吗 那得看给我多少钱 如果超过八位数的话 我会考虑 八位数 我还挺值钱的吗 路易笑着挠他的痒痒 是玩笑 也是成见 惊吓被他置顾在怀里 挠得咯咯地笑个不停 他一边笑得胡乱扑腾着手脚 一边不停地跟他求饶 会离开我吗 不会不会 我保证不会了 惊吓哪里还敢逆他的话 整个人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连声讨饶 早知道他这样不讲武德 他应该跑远一些 再跟他开这样的玩笑 得了他的承诺 路易才略松了松圈着惊吓的手臂 但是缓在他腰上的手 仍旧牢牢扣着 依旧没有放他走的意思 他不想松开它 起码此刻还不想 我们在一起 有很多事情是不能一起做的 比如一起看电影 一起逛商场 这些行为太过亲密 若不是特殊的关系 是不可能一起去做的 哦 那我们还不是特殊的关系啊 惊吓故意歪解他的意思 他明白他的担心 本也无需 他在刻意跟他解释 路易揽在他腰上的手网上 划了一小段距离 堪堪停在该停的位置上 没有继续下去 你说我们是不是特殊的关系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惊吓威红了耳阔 滴滴讨饶 头一挽的痛还没好 他不想再被他折腾 路易滴滴吃笑 知道他在避忌什么 三年 再忍一忍 三年过后 你想做什么 我都能好好地陪着你 嗯 那你要好好记住 你亏欠我的 以后 要好好弥补我 惊吓杨了杨小下巴 有些小小的得意 不争这一朝一夕 他在意的是 长长久久 两人窝在沙发里 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 与专业无关 与什么长远的未来无关 全是一些 没什么营养的废话 可是这样的废话 听得路易心里十分自在 这样的小时光 是他久违多年的安稳 吃完晚饭 路易才送惊吓回家 送到小区门口 路易的车子 甚至不敢久留 放下他掉头就走 惊吓有些恋恋不舍地 看着路易的车尾灯 消失在穿梭不息的车流里 他才转身回家 一声熟悉的女声 从身后传来 滴滴地喊着他的名字 惊吓一惊 上官居然没有跟着 金妈妈一起出差 还在这里堵他 惊吓的小脑瓜 迅速盘算着 他刚刚究竟看到了什么 你怎么在这里啊 惊吓有些心虚地开口 眼神不自觉地躲闪 生怕被上官察觉了什么 能跟着金妈妈身边做助理 他的敏锐 不得不让他佩服 他就像是具备 直击人心底的能力 有时候就只是一个小小的眼神 也会被他察觉出一场 这是真的吗?